嗨大家好 我是谢迪 我跟陈墨今天早上我们是到远大旅行社这边 今天过来就是跟他们的工作人员 隔壁的安妮还有这边的小游 他们聊了一下我们订车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 现阶段 钱都在路上 然后 下个周应该是能到账 到了账以后只要我们能使用了 把账户归集好了 然后再把旅行社的营业执照 应该下周也没问题了吧 拿到以后就得去订车了 然后我们想的就是 订三台车 三台Safari Car 三台车两台车去改装 所以说我们 大概一月份吧 25年的一月份至少有一台车可以当日常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两个出门都是 叫的那个Uber网约车 也不太方便 就一台车的话也是一个四驱的Safari 让没改装就是 无非就是没加长 就是原版原版的 我们就先用着 等到如果说生意好了是吧 然后再把那台车送过去改就完了 反正问题都不太大 下午的时候我们两个可能再去一下那个经销商那边 再去跟人家做一下最后的价格确认 或者你要是说 9000没有导游房 震子还特别远 有的导游可能为了省钱 他就在大航对付一手 或者在车上对付一手 都是由的 这个是乌干达的那个 布文迪那个公园的那个大猩猩 这个是900美元 看一次 比马赛马拉都贵 我们刚才那是去那个汽车经销商那边了 谈了一下 哎呀收获颇风啊 获得了很多有用的信息 最后呢把 价格也谈妥了 现在 逛了块超市 现在往回走 哦 今天啊出来啊收获颇风啊 真的 关于这个Safari Car的这个 余定啊 价格啊什么的 谈妥了 单子都出来了 天气确实好啊 肯尼亚这边的内罗币 天天都是20多度 大部分蓝天白云啊 偶尔下点雨 更凉快啊 我们最近啊 都是自己做饭的多 你看这随便操点菜 我先下丢 滑一下 这都是腌制了个十几二十分钟的了 肯尼亚这边的牛肉不是很贵啊 品质也非常好 今天多吃一点 炒个大蒜和这个辣椒 扁一下 我们现在炒个菜呢是 很厉害了 你看一下 这个是空心菜啊 它这边 肯定都是有机的 因为上面都有很多那个虫子咬的那个眼 空心菜 像这些蔬菜 像这些蔬菜都是在华人超市买的啊 他们本地超市很少有这种东西 中国人的菜色还是比较齐全的 是不是还是有点水是不是 可以了吧 你看 多吃点辣椒 我要吃亏羊 多吃喽越吃辣越痛 嗯 昨天火锅吃的是吧 那不等关于火锅 我来给你取辣了 你管人家种火锅 管自己 吃辣的本事不行 太棒 这牛肉吃的啊 我现在讨厉 味道绝了 我们今天啊 很大的收获 就是 车辆呢 我们去 谈了一下吧 因为我们公司注册完了嘛 然后上一次是公司还没有 就完全就是注册下来 这次呢是有一些文件了 他们呢 就跟我们认真谈了一下 那次去问的时候 反正就是 包括改装 改装可能要送到坦桑尼亚那边去改装 然后再回来 前面我预计的是 一台车是 车家改装可能是1000万肯限令啊 嗯 这是今天谈的价格 算是给协议 还有他们公司的一些手续 然后 现在呢就是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有公司 我们用公司的名义去买 就是旅行社嘛 就可以省一个税 我们就可以申请 反正就是能省差不多100万 100万肯限令了 重点呢就是我前面还特别天真的心想的 我买三台车 然后 两台去改一台我自己开 如果生意好了 然后我再去把这台去改 所以我发现不对 因为 这台车你想上路的话 你要是不去改Safari 你就没办法省这个税 你就必须要再去交 所以就很很很麻烦 考虑了一下就 下周吧 下周去直接订两台 订两台这个车应该 问题不大 把它改好 然后我们自己呢 再去琢磨买上一个这个像样的那种就是 二手车 比如说丰田的八道啊什么的 基本上中国人在这边都是开丰田 这边日本车的天下啊 还有可能很多人说 那你为什么不买个国产车啊 就我们中国产的车 中国产的车到这边来价格特别吓人 就是可能国内的卖20万 这边要卖40多万至50万都有可能 而且就是维修啊配件什么的都是个事 因为这边没有什么很多很多很多车 没有没有什么4S店 我们就买一个二手的花个20多万人民币 搞上一台这个分田的普拉多就八道 先开着 然后跑业务 先吃饭 大家一起吃饭